艺人刘新忧身穿红色碎花长裙 出席时装店开幕 还极其分享半量心得 及与现场观众玩紫牌 他透露新的一年仍然以工作为重 被问到母亲有没有催自己 干净找男友 刘新忧就母亲关心 跟自己去哪里旅行反而比较多 而自己对于终身大事 也一点也不紧张 奇怪大家对我感情生活一直很好奇 其实我感情现在不是我 努力的重心 我也不是太会太积极的去营造 所谓的什么机会 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咯 我反而会比较营造多一点机会 跟家人相处啊这样子对 另外被问到经纪人合约 签给了吴奇隆之后 工作上有什么大忌 刘新忧就透露 吴奇隆正在筹备古装剧 鼠山骑侠 但是自己的档器 居然不知道能否配合 所以目前还在挣扎中 由于刘新忧曾经放言 想自己运营制作公司 被问到会不会顺道向吴奇隆请教 刘新忧竟表示自己把吴奇隆也问烦了 有我一看到他我就抓着问他 那投资方面呢 或是怎么样管理公司 我不停问他 他就觉得我很烦 对啊就我 他有给一些指引我了 还有其实我对投资方面都有一点兴趣 然后只不过他真的太忙 我可能要一步一步来 YES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